300度超過270 第四項線 第四項線對sine來講正在負的 看這個圖 第四項線對sine來講是負的 所以是負的sine60度喔 這樣可以齁 確定 這個OK齁 好 那這個東西 同學sine的60度 這個你應該有背了吧 來 這個是誰 負的什麼東西 sine的60度這個很常用啊 叫2分之是什麼 根號3啊 對不對 它除以一個分數就是乘上它的倒數 所以它會變成負的 根號3分之2 其實這個就是答案 欸 這就答案 但是我們還是幫它做有理化 所以這一題答案會變成負的3分之2 根號3 這樣可以嗎 輕鬆 非常輕鬆 同學我已經講到91頁囉 不知不覺我們2-2也已經講清楚了 好不好 欸 講很多了 欸 講很多了 來 我們再講一題 今天就結束 好不好 你要現在就休息嘛 這個過太爽了是不是 來 你翻到93頁來 哈囉 我跟你講喔 這個很快 這個噼哩啪啦 它要講的東西我都已經 講得差不多了 翻到93頁 我寫在這裡好不好 我會寫在這裡 最後一題啊 今天的最後一題 以前我們都會說 下午第一堂最好不要排數學 其實說真的 下午第一堂排什麼課都不好 下午第一堂排什麼課大家都想隨便 體育課啊 現在每一科的地位都相等 科科等值 對吧 所以每一個科目都一樣重要 來 翻到93頁 這一個題目 昨天我們給他幾個讚喔 哎呀給他三個讚喔 這跟高二的東西有關聯喔 這個題目是這樣講的喔 來 它說sinθ 哈囉 來 sinθ 叫做負的 十三分之五 負的十三分之五 而且這個θ 是第三項線角 同學你把他畫起來 這個θ 是第三項線角 中邊在第三項線 然後他就問你兩個東西 第一個問什麼呢 請問你平均θ 是多少 第二個問你 secanθ 來 secan喔 cθ 是多少對不對 這種題目有做法很多 不過我想文族的同學喔 我跟你說 你就學會一招就夠了 你學會哪一招 畫三角形 對 畫圖 而且不是三角形喔 是要畫什麼 畫那個廣義角的那一個圖形 來 我跟你講 文族的同學就學這一招 萬無一失 你說老師會不會比較慢 會啦 慢一點點而已 沒有差 來 道學你就跟著我一起畫圖喔 來 圖畫出來答案就出來了喔 跟著畫 跟著畫 這一題我們講 我們就休息了喔 哎呦 這樣子喔 來 S 軸 Y 軸 他說這個 theta 是地底向線角 第三向線角 所以你的中邊在地底向線 你的中邊在第三向線喔 對不對 啊 你的 theta 在哪裡 你的 theta 在這裡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這個叫做 theta 對啊 theta 是第三向線角喔 OK 然後滾一角的三角函數跟我們說 你只要在中邊上找一點 P 對不對 然後從這個 P 點往 S 軸 做一個什麼線 做一個垂線 這樣可以嗎 再來 請問同學 這一個傢伙 這個中邊跟 S 軸所夾的瑞角 這個就是頂頂大名的什麼角 參考角 這個參考角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喔 叫做誰 叫做 Phi 這樣好不好 叫做 Phi 那當然有同學喔 每次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叫參考角 他給你參考什麼東西 他是讓你參考對邊臨邊寫邊用的 你聽懂嗎 比如說他現在跟你說 來 同學你看喔 Sine叫做負的十三分之五對不對 來 同學我問你喔 Sine叫做什麼邊分之什麼邊 你講話 斜邊分之對邊嘛 來 我問你喔 你要看參考角 斜邊分之對邊叫做負的十三分之五 斜邊一定是正的 所以他這裡是多少 十三 所以這個對邊是多少 負五 對吧 然後同學這個是負五 這個是十三 那這裡是多少 五十二十三 可是這裡不是十二喔 這裡是什麼 是負十二 那你會說 欸老師 這不是長度嗎 長度怎麼會是負的 他不是長度 這個負五跟負十二 其實是這個P點的什麼 是這個P點的坐標啊 來 這個P點的坐標就是負十二 負五 聽懂嗎 因為廣義角的三角函數 他後來就已經不是用長度去比了 他就變成是用坐標去定義 既然是用坐標去定義的話 當然就會有正有負啊 只是斜邊規定都是正的對不對 好 來我跟你講 就這樣子 我們準備寫答案喔 來請問你 tangin theta tangin叫什麼邊分之什麼邊 看參考角 tangin叫什麼邊分之什麼邊 零邊分之 對邊 所以他就是負的什麼 負的十二 分之負五 所以tangin theta就是誰 就是十二分之五 這樣可不可以 超棒的 就這樣子 看參考角就好 然後請問你 sicent theta 你說我吃sicent我不熟 sicent不熟沒關係 你再回到這個圖 同學sicent的對角線是誰 cos 所以sicent是誰的導數 是cos的導數 對不對 cos你就熟啦 好 那現在請問同學 cos 你會算嗎 cos叫什麼邊分之什麼邊 斜邊分之 零邊 所以就是十三分之負十二 所以這裡就是十三分之負十二 然後這邊導數嘛 所以會變成負的什麼 十二分之十三 所以現在喔 同學這堂課已經結束了 我們這堂課到底學到什麼東西 這五十分鐘到底有沒有價值 來同學我跟你講 這五十分鐘我們學到的東西很簡單喔 我們最後大家一起唸一次好不好 來來大家一起唸一次 看這邊看這邊 同學我們一起唸一次喔 來一起來喔一起來 這自己寫就好啦 來同學這個唸什麼 sine 全般只有他一個 大聲一點 這唸什麼 sine 這個唸什麼 cosine 這個唸tangion 這個唸tangion 這叫secant 這叫什麼cosicant 可以喔 六個三角函數 將來我會找時間來解釋喔 為什麼sine要叫正旋 因為有學生會問喔 以前都有學生會問說 老師為什麼sine叫正旋 這個cosicant為什麼叫魚哥 為什麼他們是島素 就是你懂嗎 有人就會問這個問題 他說魚哥正旋 跟這個程度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是島素膩 有些人就會覺得很奇怪 這樣好不好 沒關係 這個我們將來有機會的話 再跟同學慢慢講 家俊雄 謝謝 thank you